伟大功德 顾持帐号42138483 42138483 顾名中华护身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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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在沙滩上 随手扔下某个包装袋 或者是带孩子去玩耍时 损坏而扔掉的玩具 然而那些不经意留下的东西 看似像哀愁一样被大海带走 却并没有消失 有的留在海底 有的冲进海洋 这些海洋垃圾对海洋动物来说 正成为日趋业重的生存危险 我们干嘛要每天浪费那么多时间来海面 清理这些垃圾啊 就算我们不收拾 海浪也会将它们冲走的 阿姐 你刚来 还不知道这些海洋垃圾 会对海洋生物造成多大的伤害 当你看着垃圾对它们带来的伤害后 我想 你就不会认为 我们的工作是在浪费时间了 天哪 这是怎么回事 这只海龟因为幼石 被一根红色塑胶束带缠住 结果生长成了滴漏形状 它还算幸运的 你看这些可怜的海狮海豹吧 这只海狮的身体被风带困住 从而导致它溺水身亡 还有这只海豹 它的脖子被一根塑胶项圈紧紧缠绕住 很多海豹和海狮在生长过程中 会被海洋垃圾越勒越紧而活活勒死 怎么会这样 它们真是太可怜了 是啊 有人预测 如果我们人类再这样肆意将垃圾丢进海里的话 那到了2050年 海里的垃圾将会比海鱼还多 这些垃圾会危及六百种不同的物种 会危害到六百种不同的物种 这有点太夸张了吧 没有夸张 要知道这些垃圾不止危害海洋动物的生命 很多海鸟也会因为它们而丧命 我让你看一幅图片 你觉着这张图片上的物品是什么 这些都是什么 那个应该是塑胶制品吧 没错 你知道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吗 这些东西都是从死亡的信天翁肚子里取出来的 天哪 那些海鸟竟然会吃下这么多的垃圾 是啊 百分之九十多的海鸟 都会吃下漂浮在海面上的塑胶制品 这些垃圾它们无法消化 当它们身体里的垃圾聚集到一定数量时 等待它们的就只有死亡了 可是它们为什么会吃下这些垃圾呢 因为这些塑胶袋 塑胶包装及塑胶碎片的表面 会积聚藻类 它们会散发出类似小虾的气味 因此便吸引了很多海鸟物质 而塑胶垃圾在海上漂浮时吸收了毒素 海鸟吃了后就等于服毒 此外 海洋垃圾也会令它们梗喉 损害它们的胃壁 甚至塞满它们的胃部 令它们饿死 真没想到 海洋垃圾竟然对海鸟还有这么大的伤害 你们快过来看啊 那是什么 是大鲸鱼 有一只大鲸鱼朝我们这里游过来了 我在海上工作这么久了 还从来没这么近距离的看一只鲸鱼呢 这只大鲸鱼 慢悠悠地朝它们游过来 看样子并没有恶意 船上的人也急忙掏出手机 纷纷对着这只大鲸鱼拍照 它好像一点都不怕我们呢 是啊 我以为这只大鲸鱼只是路过而已 没想到它却一直围绕着我们的船转圈圈 它不会是要攻击我们吧 它没有任何要发出攻击的意图 它究竟想要做什么呢 天哪 它这是被垃圾给缠住了 原来它这是在向我们求救啊 我们得帮助它 对 我们得帮忙 把它身上的那些垃圾取下来 在大家的努力下 缠绕在这只鲸鱼身上的垃圾 终于被清理了下来 当大鲸鱼感受到身上没了垃圾的束缚后 高兴地转着圈 便还用鱼尾对着船上的人拍打着海水 像是在向他们说谢谢 你们看 这只鲸鱼在向我们表示感谢呢 真是一只通人性的鲸鱼啊 希望它以后不要再被这些海洋垃圾给困住 快快乐乐地生活着 是啊 对于鲸鱼这种巨大的海洋生物来说 漂浮在海里的那些垃圾 简直就是它们的噩梦 没错 我们曾经发现 一头搁浅死亡的墨香精 它重达4.5吨 然而 我们在它的胃部 发现了17公斤的人类垃圾 其中包括床单 塑胶废品党 很多鲸鱼 都会直接或间接地死于海洋垃圾 你们看 那里有一团绳子 这些绳子 要是缠绕到海洋动物身上 那足以要了它们的命 这种绳子非常结实 我们赶快将它捞起来吧 如果它真的缠绕到什么动物身上 那可就糟糕了 哎呀 你们看 那团绳子竟然在逃跑 不好 一定是有什么动物 被这绳子给缠住了 啊 是海龟 这只大海龟 被绳子给缠住了 我们得帮助它 众人急忙将这只大海龟 从海里捞了上来 它们近距离看到这只海龟后 不由的惊呆了 这些绳子不但缠绕在它身上 有一根还绕在它的脖子上 并将它的脖子 勒出了一道深深的伤口 赶快拿剪刀来 可怜的大海龟 这绳子如果再这样勒下去的话 简直能将它的脑袋给勒下来 是啊 它好可怜啊 我们赶快 把它脖子上的那段绳子取下来吧 这段绳子 勒进去的太深了 我们可要小心一点才行 不要怕 马上就好了 你忍耐一下 伤口好深啊 这只海龟 每天竟然要忍受这种痛苦 真是太可怜了 海龟 对不起 我替那些乱丢垃圾的人类向你道歉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是啊 我们实在太对不起他们了 原本 我们应该共同拥有 我们应该共同拥有爱护地球上的海洋 可是现在呢 我们正在大肆破坏海洋 破坏我们共有的家园 是啊 如果我们再不对海洋垃圾采取措施 海洋将无法附和 人类也将无法生存 没错 海洋垃圾已经成为了杀害众多动物的杀手 从海洋表面到海底峡谷的最深处 塑胶无处不在 而这些海洋垃圾对动物们的伤害更是触目惊心 被丢弃的鱿鱼甲尔经常会挂在海狮和海龟的嘴里 丢弃的鱼网和绳索也会夺取那些海洋动物的性命 海洋垃圾并不是离我们遥远的话题 海洋是一个巨大的互通系统 洋流和潮汐 驱动着海水在各个地点不断流动 大气运动也会造成海洋垃圾的移动 当我们在海边随手一丢的时候 我们的行为已经给那些海洋动物造成了伤害 甚至会因此夺走它们的性命 请善待大海 善待那些可怜的海洋生物吧 应经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素网无量光佛叉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般若波罗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